有些同修执着自己的梦,以梦境来指导自己的思维言行,甚至重大决策,这样做如法吗? 灵性会不会降于梦境来控制我吗? 首先,大家记住,梦有两种,一种是预示的梦,一种就是前世的梦。 那么预示的梦很多,你主要的不要执着于做梦的情况。 如果完全执着于做梦,你会做偏的。 所以,你这句话是对的。 如果对你非常有意义的,比方说上午5点到8点钟这个梦,醒过来之后你的意识非常清楚, 你记得里面所有的情景和所有的东西,那你这个梦就有意义。 明白吗?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,如果你的梦给你带来心灵的启迪,有些梦是可以参考的。 但是不能天天睡觉之前,你明天,菩萨指导我,给我托个梦。 我要去interview了,我要去面试了,能够让这个老板脑子喜欢我,让我靠近。 明天这个梦来了。实际上,这些需求会偶然的让些鬼到了你的灵魂里,它来控制你。 因为当你有需求的时候,鬼就会来。你没有需求,鬼不会到你身上来。 听得懂吗?所以人家说,找磨找磨,我一定要赢,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? 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。好,你找磨了,那么磨就来了。 所以最好不要去执着。自然来的梦,随缘,可以参考。 不是自然来的,求来的梦,不一定准。 明白了吗? 你不信了。台长今天在这里,我只要给你一家吃。 你今天晚上做的梦,你说,童子,我想知道我前世看什么的。 保证你做到。 你要有师父讲的,师父不讲,你怎么做不到呢? 听得懂吗?你想知道吗?不说。 好,师父是这样的。 就是解决几年开始一个现实中的问题。 就是有时他的做梦特别不好,他就是,或者跟别人说了以后, 会不会把这个梦消掉一些呀? 会的,就是不好的这个梦。 那好,如果好的事情是不是也会分散一些? 你只要放生的话,好的坏的都会消掉的? 不是放生,我是说就是跟人家说了,以后会消掉一些。 那当然了。 就比如跟很多人说了,我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啊。 这样的情况下。 我问你一句话呀。 你心里有痛苦的话,你告诉别人,你讲完之后是不是心里舒服一点了? 是的。 好了,这个不懂吧。 你这些好的事情去告诉人家,人家记录你了, 人家到潜封境去搞搞你的话,你是不是倒霉了啦? 对对对。 所以就是说,那听到的人也会背一些。 那当然了。 你才背的呀。 听到了吗? 嗯。 感恩师父子贝。 嗯。 感恩师父,对不起。 听说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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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